新港城热闹气氛一波接一波,古雷镇庙前村台邦寻安,赴古雷庙历史。 过年,在咱本地人的心中年味最浓郁的时候,应该是各村台邦闹元宵, 今日是正月二十日,古雷镇庙前村在开张圣王庙,王宫庙前布置且隆重的灯光舞台, 铺上喜庆的红地毯,举办开张圣王赐福齐安民族活动,村民们共续王宫情缘, 同牧众神的庙前村村民齐心协力,从开张圣王庙为起点, 台邦沿着新港城大街小巷绕境巡安,起保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,消灾解恶,福泽万民。 开张圣王庙,庙前村开张圣王庙临时庙宇, 位于新港城九区侧面巡安结束村民在此举行朝拜仪式, 灯光舞台,五彩缤纷,绕庆巡安众神今生, 庙前村头家,庙前王公庙,古雷半岛,庙前王公庙也称古雷庙, 位于庙前守候,比架山南路半山腰之上, 庙室建于明家境二十三年,一五四四年, 一九四零年辟庙为小学堂,新中国仍言用为庙前小学校舍, 至一九六六年小学迁出,一九八六年重修, 庙的座位朝南,占地面积六百平方米, 由门厅、天井五郎、正殿及乡房组成, 门厅上方悬古雷庙匾,正堂上方悬开张圣王匾, 正殿四开张圣王陈元光等神像,庙列历大名古雷海库碑, 和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班会是禁碑表演队, 喜园方名牌庙前村姓氏, 屠原庙前社,是古雷阵带载村下下的自然村, 村民以林姓居多,还有陈、张、黄、林姓组员古雷头, 陈姓组员杜巡下卢范阳村, 下卢陈姓组员沙溪镇彭山村, 张姓组员云霄县火咸镇西林村, 黄姓组员杜巡镇徐坎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